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看到90页的立体二这边 如这个图形呢,它有一个出版公司发行光碟 那么会在光碟上面贴一个标签 那这个标签的部分,好像是一个T形一样 但它因为这是圆弧,所以并不是T形 那它说呢,以致光碟的外径是12,内径是4公分 那这里强调的内外径是什么? 是指内外两个圆的直径,这要注意 所以是穿过圆心的大圆跟小圆的直径 那么我们的直线AC跟B珠呢,都通过了我们的中心O 那这个C珠的弧长呢,是7.2公分 则请问我们要找的这块蓝色的区域的周长 还有它的什么,面积分别是多少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的图形画出来 再老师画在这边,就是说一个大圆,一个小圆 那么这个弧长的CD是7.2 那首先我们强调一下,就是说它的外径是12代表的是直径 内径是4,这个小圆的直径,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分别把它去除以2就变成是6和多少?2 所以就是说这个大的半径是6,这个小的半径是多少?2 大的半径是6,小的半径是2 所以我们要找的这块着色区的这一块的周长的话 B珠和AC就会是多少?6-2就是4 对不对?那么我们只要把AB这个弧长找出来就可以了 那当然因为这两个是同心圆 所以它们所对的圆心脚C它 变成是它会对到一个小弧,一个大弧 一个小弧,一个大弧 所以我们这边要先把圆心脚找出来 那圆心脚怎么找?就是用弧长7.2 去除以它所在的这个大弧的半径是6 所以它会等于1.2 1.2当然是弧度,不要忘记 1.2是弧度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小的这个圆弧的弧长把它算一下 所以我们AB的这个弧长会等于多少? AB弧长就会等于小的半径乘上它的圆心脚就多少? 2.4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一小题要找的周长 这个周长的答案是什么? 这个周长的答案就是说 两个圆弧是不是7.2再加上2.4 再加上大圆跟小圆半径的相减 也就是6-2 6-2减加来是4 那么它有几个?它有两边对不对? 这边有两边所以再把它乘以2 所以这边等于是8 8再加上9.6 就会变成是17.6的公分 这是我们第一小题的结果 第一小题的结果 再来第二小题 要找这一块着颜色区域的面积 那很明显它就是这个大的扇形 减掉小的扇形 O O O C 这个大扇形去减掉O A B 这个小扇形 对不对? 所以就是扇形的O 扇形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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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约分一下 我们把它约分一下 就可以得到多少 19.2的平方公分 19.2的平方公分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我们要找的这一块 它并不是不规则 它是两个同心圆 所结出来的一个 一个部分的扇形 因为用大扇形减掉小扇形 用大扇形减掉小扇形的一个结果 的一个结果 来下面我们请接着看到我们的 谁要练习 接着我们看下去 我们的谁要练习的部分 91的谁要练习这边 它说有个扇形的半径是6 那它的弧场是多少 是π 我们去求它的圆心脚θ 还有它的什么面积A 分别等于多少 所以这个电量导师就直接写了 因为它现在弧场是s 是π 那s会等于多少 半径乘上它的θ 所以这时候 这个答案会等于多少 π 这答案会等于π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圆心脚就会值多少 6分之π 所以第一小题答案就是6分之π的弧度 或者说6分之π的近也可以 那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的话 我们要找的是面积 面积就是1分之1的 你要写R平方在乘上角度也可以 所以6×6在乘上多少圆心脚就可以得到多少3π 3π 或者你也可以用什么 1分之1的半径乘上我们的这个叫做虎场也可以 虎场现在是π就直接可以得到多少3π 所以这两种做法都可以 所以随要练习91的随要练习的圆心脚是6分之π 面积呢是3π 这样你了解了吗